派手 來來來 其實我想要指控的是 如果老大他們 甘願付這些錢的話 那就真的算了 但像我哥的狀況是 他想要做那個面子 但是呢 卻私底下又會偷偷跟我收錢 他每一次都是這樣 就是很衰 你都有問題 是你都有問題 太糟糕 這是投一個用收衣鏡砸你頭的嗎 對 要不要轉介心理輔導個案 我們今天都玩也去弄他 一直到現在唷 每一次就是去請什麼阿姨啊 然後叔叔什麼的 整桌這樣子 然後他 好可憐 他就會裝闊這樣 最後買單的時候 沒關係沒關係 我付就好 今天算我的這樣 然後最後的時候 他會把那個帳單拿過來 12800除以2 一個人要付6000多塊 然後我就說 欸 可是剛剛 剛剛是 你講說你付啊 然後他說沒有啊 就是我們 是我們皇家的事情 皇家的事情就要一起承擔這樣 那我就覺得很吃虧啊 因為如果是這樣 我早知道要付那6000多塊的話 買單的時候 我應該也要暫說 覺得 啊 這時候我皇家買單 皇家都被搶走了 對 對啊 好慘喔 然後還有 就是譬如說 被哥哥贏了 到了父親節 要買我爸的那個 就是按摩椅啊 或者是我媽的那些 母親節的禮物 嗯 然後呢 他就是會 就是 先去跟我爸媽講說 啊我今年會送你們一個大禮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最後呢 禮物是他送的 但是呢 他一樣會回頭來跟我要錢 就是說 欸我送 我爸那個 那個按摩椅是多少 送我媽那個電視 電視 液晶電視是多少錢 什麼東西都過來跟我處理餓 然後我就覺得說 很 很吃虧 因為 爸爸媽媽開心是因為我哥 把那些禮物 就是搬回家裡 開車 然後親手送給他們 對 但是我沒有啊 我只有 我只有就是 欸我也有出一部分的錢這樣 然後我爸媽就會覺得說 好像我沒有進到那個小道 好像在搖拱 對啊 你哥這樣 你這個哥哥就要照顧所有的對不對 是啊 我哥從16歲開始就 呃 就開始打工 就開始養全家 因為他是長子 然後他的弟弟又小他十幾歲 然後妹妹就是 雖然跟他年紀比較近 可是妹妹就是妹妹嘛 所以他從很小的時候就是 明明就還不會彈鋼琴 就去西餐廳就是騙唱 騙 就是自彈自唱 然後騙說自己是很厲害的樂手 他是這樣子是 一邊打工一邊把琴學起來 所以他很小的時候就在付家裡的貸款 長大了弟弟妹妹也沒有說 欸那我們出與餓什麼的 絕對沒有 然後我們出去 像昨天我跟老公說 欸真是都沒有吃到大夾蟹 因為秋天到了 然後我就說我好想吃大夾蟹 不然我們就是去看哪裡餐廳吃 或者買幾隻回來吃 結果 因為家族大家每個人都要吃 對不對 就是我就覺得說 哇我只是想吃個兩隻 那因為這樣子要訂了三十隻 就是整個花費 要告訴所有的人 因為就是你可能沒有時間在外面吃 因為現在可能外面訂 外面比較不好 那我們要訂來家裡 你不能在房間偷偷吃啊 小姑也在家啊 對啊 然後就是公婆什麼大家都在 所以你變成 就是只要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全家一起 要看電影全部一起去看 然後要出遊全部一起 為什麼要跟所有的人講 你們要去看電影 就是我們出去一下就好了 就是假日的話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如果我們假日一起出去 譬如小姑在家就會問他 一定會 因為你不能變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會變室友啊 所以你要出遊的時候 你一定會約他 是看他要不要去 不是說我們選擇要不要帶他 我覺得壓力很多是在於說 對於照顧他們 就是變 你要有那個長子的那種 那個氣魄 你一定要說 OK 你要吃什麼 你要買什麼 出去永遠都我先生在買單 然後他如果沒錢就是我買單 如果身上如果拿的錢不夠的話 而且永遠是沒有那種 出與二出一起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因為如果 我覺得 家裡的經濟狀況的順序是這樣 爸媽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爸媽在養育我們 所以他們 一開始的時候是他們買單 接下來當然就是換 就是哥哥 哥哥要買單啊 除非哥哥的狀況 已經變得不好的話 才會輪到我啊 我覺得就是本來 沒有 不管好不好 就是出去就是要哥哥買單 又不是因為哥哥出去找工作 就會有兩份酬勞 還不是大家都一樣啊 沒有 他就是哥哥啊 對啊 是因為他哥哥啊 就是要出錢啊 就是大家會有一個 依靠的感覺啊 為什麼 因為他是老大啊 對啊 他什麼東西都先拿到的啊 什麼歪理啊 對啊 我真的聽不懂 對不對 對 而且我覺得 當老大 就是像我長期 我也覺得我很辛苦 就是雖然大家嘴上都不講說 一定要先生個男孩 就是可能因為他長子又長孫 那所以呢 大家都不講 那我生第一胎 第一胎就是最好 就是所以當老大的好處 就是你不管男生女生都受寵 因為第一胎 大家都想說沒關係嘛 還可以再上訴啊 然後後來我生了第一胎以後是妹妹 然後第二胎 我就問 問國華說 你想要就是弟弟還是妹妹 他說都可以啊 我不在乎的 他就是講了一副很灑脫的樣子 結果後來我去產檢回來 醫生跟我說 應該是弟弟還不確定 然後我就因為這樣子 就騙了國華說 欸 醫生說應該還是妹妹喔 然後後來他就 喔 妹妹好啊 妹妹很可愛 就是一副 就是阿姨也沒有關係 結果後來到有一天 三天半月醉了這樣回來 然後把我挖起來 老婆 老婆 那個醫生說 妹妹是確定的嗎 我說應該是喔 他說 那要不要再上訴一下 我們可以上訴第三胎 我第二胎才剛懷孕喔 他說 打麻將輸了 不是都還可以再上訴嗎 那我們要不要再上訴一個 所以默默的冥冥之中 我知道說 他想要很民主的家庭 可是實際上呢 他還是有那個要生 因為你第二胎還沒生 他就已經想跟你預約 還要再一張 對 他就跟我說要上訴第三個 那後來呢 那後來其實是男生 我就跟他說 到最後再跟他說是男生 到什麼時候才跟他講 到就是差不多 沒有啦 差不多兩個月以後 比較確定的 就是我確定性別了兩個月以後 然後我才跟他說 騙你的啦 是男生 然後他就說 好可惜喔 我好想要妹妹 真的 好啊 就很噁心 可是我們還可以再上訴嗎 沒有沒有 反而他不要了 所以就很明顯說 真的就是還是長子 就是一定說要有生男生的壓力 現在我是母雞嗎 什麼叫我再下蛋就下蛋 就覺得很不公平你知道 現在他生第三個嗎 就沒有機會 等小姑嫁人就可以了 對 OK 好 換手 需要幫小姑真有嗎 老大先來了 老大 基本上講到 掌胸如腹的壓力 掌胸如腹壓力真的很大 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爸爸跟媽媽淋漓 然後呢媽媽管不了我 所以媽媽就把我呢 一個月給我六千塊錢 你在外面怎麼樣自生自滅 是你的事情 你就出去住 我就拿著家裡每個月六千塊錢 匯到我的戶頭裡面 住在外面 有一天呢 他們打電話跟我講 講說呢 弟弟說 為什麼哥哥可以住在外面 他不行 因為爸爸在台東 媽媽在台北 所以呢 於是媽媽就跟我講說 那不然弟弟去跟你住好不好 我那時候高 高三 我記得高三的時候 我說當然好啊 於是弟弟就來跟我住了 然後呢 我一個月六千塊 你弟弟來沒有再加六千啊 沒有加一千 那六千是給弟弟六千 然後呢 所有的花費跟房租都是我出 因為弟弟的六千是給弟弟的 那弟弟來跟我住 他要接受我的照顧 所以呢 房租呢 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們租了一個很小的房間 廁所在外面的雅房 三千塊 那個房間就一個床 然後一個櫃子 然後那個櫃子就放滿了所有東西 就這樣喔 然後就一個走道而已 然後我本來是一個雙人床 這樣睡 後來弟弟來 弟弟的東西也開始堆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 真的 那個房間比這個擂台還要小 那應該是弟弟那六千塊 歸你啊 也分一點 你照顧嗎 沒有 他們說六千塊是歸弟弟 弟弟十拿六千 對 弟弟就是弟弟的錢 我的錢就我的錢 那弟弟是弟弟的生活費 我不能去碰 所以呢 我就變成是要自己去承擔 好 但沒關係 因為呢 怎麼樣熬 熬我們也熬過來了 照顧弟弟 我覺得長得兇如富 我弟弟對我也很好 所以我照顧他 我也照顧得覺得 欸 很開心 我弟弟也很貼心 弟弟差你幾歲 弟弟差我三歲 然後呢 我要講的是我媽媽